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Watt News 今天跟大家介紹 紅磡站月台羅斯姆事件 最新的發展就是今早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很見譚地跟傳媒說了 今早用超聲波驗了3G 3G扭了入海 但有空位 即是戰斷了 他就覺得很嚴重 如果檢驗情況往後都是這麼差 他就覺得死硬了 那就拆梗了 拆梗的意思是指紅磡站 其實現在除了夏政文法官的調查委員會 做了相關的調查搜證和盤問證人的工作之外 三位的前處長 包括前土木工程處、前土力工程處的處長 都組成了專家顧問團 亦都是因為今次事件做一些調查工作 另外一方面 警方亦都有一個刑事調查在這裏 在這三個調查都未有一個結論之前 不去揣測他的結果是怎樣 不過很明顯地如果好像田北辰所說 我用田北辰的邏輯的話 如果真的出現這麼大件事的話 政府是否應該等到那一刻才 跟公眾有一個交代呢 我覺得這就絕對不是 因為我們不可以用一個所謂的委員會 或者一些顧問團的管治的模式 去處理這一種這麼大的社會危機 調到政府應該在這個時候 盡量爭取主導權 想清楚一些善後方法 盡快跟公眾去解釋和公佈 以求令到自己可以站在一個所謂的 在群眾那一面 或者在一個所謂的政治上的道德高地 希望能夠去監察整件事 甚至乎是令人覺得他們是有一個責任感的 看回外國的例子是怎樣 其實之前在幾個月前 日本有一個專門幫一些防震儀器做測試的公司 被人發現他的標準是造假 最後這些公司高層出來鞠躬 承擔責任 還說會完全接受公眾和調查機構的監督 兩者之間給我看到的分別就是 其實外國的這些事件 我不相信這些公司 他們是第一次出來自動認錯的 我反而就會覺得 其實基本上外國的政府 可能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調查方法和用的手法 可能已經令到這些公司很快已經明白到 他們所要面對的一些相關的 無論是刑事或者民事責任 所以鞠躬甚至乎道歉或者賠償 在他們來說都已經成為了一定要做的事 他們亦都無謂再跟你糾纏下去 但是看看 當然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譬如印度之前就有試過 一條用了幾十億的一個水壩 用了四秒鐘就裂開了 當然最後也是搞到一鑊足 印度政府也都要做很多大量的調查 甚至乎令到國家的形象也受損 成為了國際大新聞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管治質素這件事 在很多時候都會從一些社會事件裏面看得到 有些政府他們就會相當高明 就會懂得把所謂政治上的雜音減到最小 而有些政府就會很絕劣地明明自己可以 就將這件事大事化小 或者將這件事將自己由一個所謂 少事者變成一個被害者的角色 那究竟香港政府在這次的事件上 你們又覺得他的角色扮演是怎樣呢 今天談到這裡